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俄罗斯入侵乎克兰 今天已经是第23天了 那最近几天这个战况都陷于焦灼 那当然俄罗斯也因为他进攻不顺 所以 最近一阵子都是一直展开这种狂轰猛炸 甚至是 炸民宅 妇佑医院这种比较不人道的 战争的方式 那由于最近可能 据说谈判好像之前说有点阻碍 但今天有一个新消息好像又有一些曙光了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再看一下 看会不会有一些新发展 然后再来跟各位做一些比较详尽的 报导或是评论 今天就要来聊一下 那有在追我们两个的那个粉丝页的 脸书粉丝页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就是东平最近因为恶物战争的关系 就常常上政论节目 然后就会有一些 网友或是观众看了我们就会留言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然后也顺便回答一下有一些 留言的一些问题 对最近因为去台北 因为我们是住在花莲 在台湾的中间 正中间 就是东海岸的正中间 所以通常我去台北参加这个节目 也都是当天来回了 但是因为上一次有连续两天的节目 所以我住在台北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等于说是多拖了一天吧 因为我们不是隔一天做一次节目 多拖了一天 今天就做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刚才运行讲了 这个恶物战争现在陷入这种胶着的状态 胶着的状态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打不动了 真的是打不动了 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讲了 已经讲了 所以他现在是用一种流氓的方式 对就是假小断收起 对他就是我们台湾一般 好像看到那个黑道 去人家店里面讨债 讨不到就把人家店砸了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很不可取的 那也没办法嘛 对他这个不择手段 他不会成功的 我现在就 我在这边就把它摊在桌子上讲 他这种打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且他俄罗斯会败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都讲了 也都讲过了 也都讲了 也都告诉大家已经是怎么回事了 结果是什么也都讲了 那今天就讲一讲这个 这个我们个人比较轻松的地方 顺便可能也可以回答一些人的问题 是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将近两年前 有一阵子 我也是被密集的邀到台北 去谈有关台湾的政治 特别是韩国瑜 韩国瑜 罢免韩国瑜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那后来我觉得去那边谈 很不过瘾 因为他每次的来宾五六个 六七个 每个人分到的时间很有限 他让你讲的这个角度 因为时间的问题 也不可能让你讲得很完整 参加过一两次回来之后 我就跟这个云兴 我说真的讲得不过瘾 而且你总觉得表达得很完整 会让人家误会 你的看法就这么一点点 那我就跟他讲 因为和平先生 明镜的这个老板 美国明镜集团老板和平 早就要我开一个节目了 我就说那我们就开一个节目好了 当初不是我们 一开始只有你 后来我实在是 潜于济穹 潜于济穹 没有我出来帮忙撑场面不行 没错 所以就 弄了一个双人组出来 那谈 那么既然 去台北 参加这个电视争论节目 讲得不过瘾 我为什么还要去呢 我为什么还要去呢 因为有钱 通告费 因为有通告费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有几页介绍我自己从事新闻的生涯 我对新闻没有什么理念 也没有什么热爱 我不是那种会把自己讲得多了不起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当记者 算当得蛮成功的 我们那个学校 我以前练的文化大学 我是文化大学新闻系第八千 新闻系在美国 在纽约有一个组织 然后就邀请 邀请我 还有另外两个也是新闻系毕业的 也蛮有成就的 一起为这个新闻系的 包括文化大学 在美国的这些学弟学妹开了一个座谈会 那部外就是叫我们讲讲一些励志的故事 激励一下他们 前两个都是讲的 就是一般的这种 很热血理想 很正式的 就是说 你们在学校的要早一点就做准备 在学校打好基础 出来怎么样 才能够做了成功什么什么 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从事新闻完全是瞎打勿撞 因为我从来就不想做 但是我走投无路了 随波逐流走投无路 我在美国是真的是很惨 什么工作都做过 到纽约也是因为走投无路 去投奔我妹妹 然后才到纽约去 什么工作都做过了 摆地摊打工 做建筑工 搬运工 通通做过了 最后还是走投无路 结果进美国的中国时报 去当送报生 这样子才进去的 那些学弟学妹听了都傻眼了 怎么 怎么这个已经是快到 已经快到乞丐的程度了 真的 才进去送报纸 然后才那个的 那这个就是事实嘛 对 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特长 我就是会只会讲事实而已 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事实 我小时候很喜欢说谎 我也说过不少的谎 还偷爸爸妈妈的钱 偷钱一定要说谎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方面的记忆力很糟糕 说过了好像会忘记 所以不久之后就被人家拆穿了 对很容易被拆穿 我就很困扰 我想我这个人算了不要说谎 对每次说谎到最后被拆穿很尴尬 对那我干脆就不说了 所以就是一直这样的下来 那么三十多年下来 我也就是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实话实说 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有节目邀请我去 我就去 他如果是不给钱 我当然不去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是为了什么理想 去参加这个节目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听众 观众 来报告我脸书的 这些脸书上的朋友 也会质疑 质疑说你怎么会参加这个节目 最近我几次上去都是参加这个 刘宝洁的关键时刻 东森的关键时刻 是比较多 这个节目 另外还参加了一个 陈宁关小姐的年代向前看 在一电视 对 那就有人说你怎么会去参加这个节目 他指的是刘宝洁的节目 对 好像就认为说是那个节目 是不入流啊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立场不公正啊什么什么 我讲了 他又给通告费 我就去 那这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显然就是认为说 我怎么去到那个节目去帮他们 在他们的节目上讲话 是不是要帮他们讲话 因为他们有立场嘛 或者是你去上他们的节目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只能讲他们喜欢听的话 我告诉你都没有 都没有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上节目就是去讲我所知道的事情 嗯 我认为该讲的事情 是 就这么简单 嗯 哇这个人一辈子不受任何人影响 我的看法可能有错 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受受到人家的影响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过 这一点我想我要告诉大家 你如果说是老经理们有这种想法 好像是我去参加这个节目 就好像可能被他收买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自己的脑袋有问题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也讲过 媒体都有立场 没有一个媒体是没有立场 讲说是没有立场那是骗人的 纽约时报没有立场嘛 CNN没有立场 嗯 他都有立场的 但是呢 记者是可以没有立场 嗯 对不对 我可以没有立场 他要我去 是他下赌注 他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 对不对 我事先也不会跟他套招的 对 我只知道大概 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 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提纲 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仅此而已 我就是就我知道的讲 那这个我刚才讲的重点就是说 每一个媒体都有立场 对 我在新闻界打滚了30多年 到现在等于还在新闻界做嘛 没有一个我现在就告诉你 没有一个媒体是没有立场 但是呢 记者本身可以坚持到自己没有立场 我采访的东西写的东西交出去之后 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立场的 他们要怎么处置 那就不关我的事情 那就不关我的事情 对 他如果处置的不好 我大不了不干嘛 嗯 我这个事情我也干过啊 对不对 我早年的时候在中史晚报 就愤而不干了 再早的时候在美国的北美日报 我也就是愤而不干辞职嘛 对不对 运行之道的 嗯 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曼谷的世界日报 我就是跟他们的理念不合 我愤而不干了 不就是这样子嘛 是不是 所以 去参加这些节目 不存在 被受邀的人 会被他们影响 最起码 就我知道 没有 其实如果有在看节目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节目 跟东瓶最近上的这些节目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实东瓶在政论节目上讲的话 其实也跟我们 在我们自己这个节目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对啊 比如说 一语两词啊 对比如说 我在这边讲话 又赚不到钱 在那边有钱 而且我在那边只讲几分钟而已 我们这边每次做个节目 要做十几二十分钟 那你要剪接什么的 可能弄好几个小时 对啊 而且最近这个 俄乌战争每集都讲的还蛮长的 是是是 弄一集节目就好几个小时 没钱的 他也不会给我钱啊 对啊 我到台北去坐火车过去 讲个几分钟有钱啊 我为什么不要 对啊 而且因为讲的内容都是 东瓶自己的想法 并不是说 哦 居受别人影响 别人要我讲什么 就讲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在节目讲的 什么鬼故事啊 一个美国社的局啊 拜登的一些布局什么的 其实不就是我们在节目讲过的吗 是啊 对啊 所以会有那些评语的人 你可能第一个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本来就是这样 第二个是你根本也没看节目 不只是节目节目没看 我们节目也没看 是的 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一个很小的自媒体 到现在还不到2万订户嘛 对不对 平均一直看也不过几千人 好的时候超过1万 超过1万2万都有看 那我去上关键时刻 嗯 讲几句话 几十万人在看 嗯 是不是 对啊 另外也有人就是 这个提到 包括这边的 包括我脸书的说 哎你怎么不去上那个节目呢 不是说你想上什么节目就可以上的 我也没有这么了不起 是啊 今天台湾所有的这个争论节目 这些来宾 并不是说他今天打电话去这个台 说哎我今天来上你节目 不是这样子的 是人家要邀你你才有办法去的 是是是 才能去的 嗯 那我现在就回到那个问题 为什么不去上那个节目 有一次我姐姐 嗯嗯 在韩国瑜那段时间 就是台湾这个大选那段时间 我姐姐说哎你怎么不去上那个 呃 那个 中天吗 不是赵少康 赵少康的节目 赵少康战情室嘛 嗯 我就跟他讲 不是我爱上就可以上 我就跟他讲 赵少康如果有胆子请我 我当然去上 嗯 他没有胆子请我 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奇之鲜明的 反对韩国瑜 嗯 赵少康根本就不敢让我上他节目去讲这些东西 不就是这样子吗 嗯 啊我第一次上这个政论节目 是上那个 前进新台湾 最早 最早是辣新闻 辣新闻 第一个辣新闻 周玉寇的辣新闻 他是有连线的 是是是是 并没有要我去 连线的是不给钱到 没有钱到 连线很亏 对 那那个时候我因为有理想 对 对 对 我要打倒韩国瑜 对 所以就接受了他这个连线 对 后来别的台看到我的连线就要我去 嗯 他为什么要我去 因为他觉得对他们来讲 第一个好像是正知道了 是吧 还是哪一家 不管了啦 嗯 总之这几家都是传统上是这个反 对 那个说明你比较常上就是三立民事 对他们当然是我刚刚讲过 电视台都是有立场的 嗯 对他们都是比较偏绿这一边的 然后他看到一个剪刀像剪刀宝一样 哇一个外省人啊 一个外省子弟现在出来反韩国瑜 就打电话就来约要我去 然后他们打出来的这个噱头 都是说一个外省子弟 挺韩的外省子弟现在开始反韩了 我在节目上一开开中民意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是外省子弟没有错 但是我从来没有挺过韩国瑜 因为他以他们的立场对 当然希望用这个来打嘛 比较有戏剧效果嘛 一个眷存出来的挺韩的人现在反韩了 那我是不会碰到这个事情 我会把事情讲清楚 我说我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我是个外省子弟没有错 但是我不是先挺韩后来才反韩 不是我从头到尾就反对他 反对他的原因很简单 我就认为他是一个烂人 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他不但自己会搞得乱七八糟 也会把国民党带摔带垮 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没错 这个也是我自己引入自豪的地方 我们这个节目一个礼拜只做三次 有的时候偷懒一个礼拜可能两次 有可能是你去上节目的话 可能这里就没办法录 那如果真的是有心的人 你可以回头去看看我们的所有的节目 回头去看看 我们讲的是不是对的 这个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 我不敢讲百分之百全部对 但是我们这么两百多集节目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有把握 讲的判断的都是正确的 我对韩国瑜的判断 对国民党的判断 有错吗 对美国大选的这个判断 有错吗 虽然那个时候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们说超惨的 有错吗 包括现在的俄乌战争 也有人批评我嘛 对不对 那我东西都是摆在这边 是 以后看嘛 对啊 是不是 我不会因为说是好像 我某些节目讲错什么 我就把它撤掉 像 中国一样 就把它撤掉 我不会的 我摆在这边 我就有这个把握 是不是 我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我得到了资讯 跟各位也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做这个评论 也是根据我们在新闻媒体上面 看到的这些来做评论 我又不是白宫的人 是不是 我又没有在总统府认知 我哪里知道这么多类目啊 这些新闻评论员 说是有什么类目 其实多数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 我 我就讲我好了 我只是凭借我在新闻界里面 三十多年的经验 对一些事情来做出判别 但是我也很有把握的告诉大家 我比大多数人判别的都正确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缅甸 发生政变之后 我人已经不在缅甸了 是不是 我已经回到台湾 我不但回到台湾 我住在乡下 我住在花莲 那各位 有兴趣的话 去看看 我缅甸政变那段时间 我所做的所有的评论 有错吗 为什么 因为我对缅甸很了解 我是华文记者里面 少数去过缅甸很多次的人 我对东南亚很了解 我在东南亚待了16年 我对美国很了解 我在美国待了19年 我对好几个地区 除了这两个地区之外 包括伊勒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很了解 为什么 因为我都去采访过 虽然那个按照职务上来讲 并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但是我都去采访过 我这一次对这个俄乌战争 做出了很多判断 就是因为我去过阿富汗 去过这个伊拉克 我才知道这个战争里面 有些什么猫腻在里面 我才看得出来 但是一般人看不出来 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我不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会有人请我到台北去 我相信我是唯一一个台湾 这个上政论节目 要从这么乡下的地方 去上政论节目的 真的 我去一趟花很多时间了 一整天就没有了 光在车上就要花五六个小时 对不对 如果没有一定的通告费 我才不会去了 不是这样子吗 而且说真的啦 如果不是这些节目 觉得你的观点是 就是说怎么讲 有那个价值 不管是对于事情的判断 或是对于这个局势的看法什么的 如果不是有价值的人 人家也不会想要请你上节目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也认为我自己可以治好的地方 对不对 住在这么乡下的地方 对 我平常在家里面 今天算是穿得很正式的 对 我想说你今天穿这么正式 要去哪里 没有 我平常穿得很随便 对 其实我上节目也穿得很正式 对 对 因为我本来其实很想 我想说我这样子去就好了 我怕我这样去 下次他不请我了 穿个吊嘎 对 这个我觉得我很自豪的地方 就是我住在这么小的地方 对 我每天的日常工作 在家里面 运行很清楚 写写专栏 翻译工作 其他就是在院子里面 拔草 拔草 墾草 墾地 那么 像诸葛亮一样 然后有人会 要我从这边到那边 上电视去谈事情 是 了不了不起 我认为我很了不起 真的 我觉得 就是各位在评判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觉得 可能一句话很简单 你怎么上那个节目 或者是 你怎么不去上那个节目 或者是 你要慎选 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就是你自己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对 你就在那边妄议 你讲我妄议 其实你才是妄议 你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媒体的生态是怎么回事 事情怎么运作的 对 就 其实 提这种问题的人 他潜意识里面 就在暗示你 你根本就是那个阵营的人 你才会上那个节目 不就是这样子吗 或者是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 怎么讲 没有任何判断能力 怎么会去上那种节目 所以说你要慎选啊干嘛的 你就很会选 你这样子讲 其实正好显示出来 你没有这方面的判断能力 对 就像很多在我们的节目 甚至于在脸书上 有时候我会把一些 这个评论放到脸书上面 提出质疑的人 我一再讲过 我们这个节目 很欢迎大家理性来讨论 但是呢 还是有这些 没有脑袋的人 一定有啦 对不对 我觉得以前更糟糕 现在已经剃掉不少了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才还有 那个人还在 我一直还留着他 他就是他讲的东西还OK啦 但是他就会每次就说 这个老头怎么样 这个老头怎么样 老头又怎么样 是不是 老头就不能有意见吗 老头懂得就比你少嘛 对不对 你要谈事情 你就根据事情来谈 你先下下放一个一个帽子在那边 这个老头 你不是意思就是指我脑袋不清楚吗 不就是这个想想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要谈事情就谈事情 你不要说这个乳臭味干的小子 你来跟我谈这个 你这个老头懂什么 你来来谈这个 很没礼貌 这样子讲话 不会增加你的这个理论的基础 嗯 不会提高你在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身价 反而就让我觉得你这个什么东西嘛 嗯嗯嗯 是不是 有时候你看人家的留言 你都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会不会聊天啊 这个人是会有没有礼貌啊 就是 通常我跟你讲 通常是越没有内容的东西 越喜欢用这种方式 对 先给人家讲的 以前还讲你什么 原住民怎么样怎么样 原住民现在也偏绿了 你这个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 对 有什么困难 是不是 不要这样啦 真的是 还有人 还有一种人 啊 啊 在留言里面都会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最看不起你这种 在留言里面还哈哈哈哈的人 你就是没有信心 心虚 对不对 自己在那边给自己鼓掌 给自己壮胆 你才会哈哈哈哈嘛 哈什么哈 有什么好笑的 是不是 嗯 嗯 还是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就是论事 然后在留言各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些理解 不要说好像网路上你就很随便 而且还有一些人 嗯 退定 退啊 啊 你退进就退嘛 你告诉我干嘛 不用通知真的 不用通知 我也不会留你啊 你要退你就退嘛 谢谢 是不是 好像退一个定好多了不起一样 好像是我们要去挽留一样 是不是 没有必要啦 我在节目里面我已经讲了 你觉得不好你就退嘛 没有人没有人要求你留下来 对啊 而且说真的啦 你讲那么大声干嘛 人生对不对 时间这么宝贵 你就去做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不用来这边 如果你觉得看我们节目很痛苦 那就不要看就好啦 没有人逼你真的 前两天也是一个啊 是 讲说是 哦 也是讲了留百五节的节目 我忘记是在这边还在联署 是 他说以你这水准 也只能上这个节目了 你是多有水准 没有我就留个话给他 我说确实啊 你讲的没有错啊 确实没什么水准 但是你为什么还在这边 对啊 你什么困难 是不是 你还在这边 这么没有水准你还在这边干嘛 对 对 没有关系啦 你们就去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在我们这里 就这样 我刚才有提过啊 就是在这个政论节目里面 除了来宾之外 确实也有节目本身安排的这个 一打一唱的 我们就这样讲好了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做节目的 我觉得也是必须的 因为它要让节目主题 活泼一点 不是活泼一点 主题集中 然后可以连贯起来 是是是是 那你如果说是用 纯粹完全都是用对答的方式 有的时候可能会会跳针啊 或是怎么样 所以确实是有 特别是呃 就是说在节目里面有个主持人嘛 那另外一个会站起来 跟着图表讲话的 那个基本上就是他们之间 已经安排好的 他也知道他每天他要讲什么东西 都有资料的 这个是有这个是有 但是基本上来宾 基本上是没有 嗯 来宾他主持呃 这个呃 这个呃单位有的时候 也会呃 呃 帮你做一些手板 啊 对 类似 类似像这样子的手板 嗯嗯嗯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在先前的时候 因为大家先前会沟通一下 对 今天今天到底是讲什么主题 是是是是 然后他比如说他请我去讲 就会呃 呃 知道我可能会讲 哎呃 我当年去伊拉克的状况 采访这些占地的情况 嗯 那我会告诉他哎 大概我会讲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会帮我准备一些像这种 资料 有些图图片啊 嗯 让我 不要临时忘记了 讲什么东西 辅助说明的东西 这个是有 那这个不是不是说事先告诉你你要讲什么 而是说他事先了解你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些资料 呃 他会找一些图片出来 嗯 给你做 让这个呃 节目变得更生动一点 对 是是 萤幕上会有东西出来 嗯 我还记得你大概是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有带一个背心嘛 对对对对 就是你当记者 因为你是真的就是有去过战场 然后我们这次也在战场上看到记者被杀害 所以特别主持人来问你这个问题 然后你就讲说 哎我就是 即使你只有这个背心 不像别人还有房单背心 这个主持人 节目方面就是知道我去过 所以他们想让我聊一下这个 呃 在战地 嗯 记者怎么样 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对对 讲这些东西 对对对 那我也 解释了 其实很多人是 他们 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这种真实的状况 像这次好几个记者死 被打死 那我都解释了 他为什么会被 在这个时候就被打死 嗯 因为是不太寻常的 对 我在好几个节目里面讲过 我做记者一个 我认为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我会 容易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嗯 那这次这几个记者被打死的状况 什么都是不太寻常 嗯 不太寻常 最主要 简单的讲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俄罗斯军队 对因为军事行动不顺利 老修成路了 嗯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有讲这个东西 我也特别把 我在 呃 采访这些 这个战士的时候 穿的这个背心带去 因为我只有这个背心 啊 我坦白的讲 我可能是去过战场 最没有装备的一个记者 真的很想哭欸 就是一个背心 其实我我我我奉派去采访这个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嗯 基本上我都没有任何装备 啊 因为第一个都是临时叫我去 嗯 因为我是啊 中国时报 不仅仅是中国时报啦 我是全台湾啊 啊 最激动性的记者 嗯 啊 而且 一个人就可以出动的记者 嗯 因为我什么都会 嗯 照相什么 通通会 还洗底片都会 很厉害 我自己我自己在 站地洗底片的 因为打仗的时候 嗯 那些店是没有开的 不可能开的你要自己想办法 这些我通通会 所以 所以 为什么 我是东南亚特派员 但是为什么派我到伊拉克 到阿富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 因为 通常就是报社打个电话来说 哎 东明你去一趟吧 我 很多时候就第二天就去了 嗯 所以我 没有任何装备 啊 那 唯一的装备就是这个 对 这一件 啊 对 这个背心 上面写了press press就是新闻记者的意思 嗯 这个还是自己缝上去的 这个其实 神学来呢 这个 大家看清楚一点 它真的就是一件很平常的背心 你看没有任何 就是这样 不但是平常的 而且是一个 韩国的二手的背心 它不是说有什么特殊功能 没有 就是一件很平常的 这个是 噢天啊 就是一般的那种 照相 照相时穿的很普通的背心 对 这个是我在新加坡二手店买的 嗯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标志上去 穿在身上 让人家知道我是记者 嗯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它在背后 嗯 背后 你在那边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要被打的话 应该是对面的 对 这样拍嘛 所以应该是 我唯一的装备就是这个 嗯 还有头巾 这个头巾是我多年来的习惯 这个头巾对我来讲很有用 通常我去 站地的时候 就是一个头巾 脖子上还会绑一个 嗯 口袋里面还有一个 嗯 这有什么重要呢 第一个 这个绑在头上 夏天的时候 汗都不会流下来 嗯 冬天可以保暖 是 脖子也是 其实脖子保暖很重要 很重要 绑个这个布巾就很软了 嗯 那口袋也放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拿出来当口罩 嗯 防毒面具 防毒是不可能 不可能啦 催泪瓦斯 还可以挡一下 多少有点作用 嗯 然后可以沾了水把它洗掉 因为催泪瓦斯 脸上会刺痛的 是哦 是 它沾到脸上会刺痛的 闻起来当然更痛 对对 那眼睛 眼睛 直接都会刺痛 很痛 然后你如果说是有这毛巾 沾了水可以清洗掉 嗯 就是我的装备就是这么多 哎 你现在看 这个 呃 乌克兰的战争 对 你看外国记者的装备多好 对 头盔防弹衣什么 对 他甚至于甚至还有防毒针 解毒针 解毒针 对 这个现在 在俄罗斯有可能用话武嘛 对 所以他们这个防毒面具 什么都要有 嗯 我唯一一次就是去伊拉克的时候 在约旦 台湾驻约旦的代表处 跟他们借了一个防毒面具进去 嗯 但是也没有 那时也没有用到 那我在战场怎么保护自己呢 就是躲啊 对 就是躲啊 你说还躲在树 或者是电线杆后面 不 你必须要 只有那个东西 只有那个地方 只有这样子可以躲 嗯 躲的要点 就是尽量把心脏挡住 嗯 头不要让它打到 嗯 其他地方 因为素颜就是这么 对啊 不可能真的挡到你 其他地方打到无所谓 顶多就是受伤嘛 但是如果是头 或者是心脏挡到 就会挂掉了 嗯 所以真的 有时候我们现在后来听 就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讲 一个经验 但是你本人在那里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很恐怖的 就是你会有 怎么讲 恐惧感啊 对不对 你会每天真的遇到生死抉择 嗯 还好 还好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讲这一部分的时候 都有讲到 嗯 其实这一次这个 记者 这么快就有人被打死 是不太寻常的 嗯 因为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 俄罗斯军队 这个进展不顺利 他把气氛 出到这些记者的身上 嗯 一般的战争 在这种阶段 记者其实并不危险 对 并不危险 第一个 很少有记者在最前线 嗯 第二个 就是说 交双双方也不会把记者当作 对象 嗯 因为还没有出来结果 对 那 这一次 这几个 我就多讲一点 这几个被打死的记者 其实都不是在前线 嗯 对不对 第一次发生事情 那个是没有打死 那是两个英国的记者 对 Sky News的 开了这个车子 在路上 然后被打 是 然后后来 最后被打死的这个美国记者 其实有一个被打死美国记者 是在报道烂民的地方 对 在测 人道走廊吧 类似这样子 是 那个地方是没有在交战的 嗯 他被打死是被瞄准打死的 这个我有经验 这个我有经验 我们在一起讲过 我自己也 也碰到这种状况 那后来 两个被打死 嗯 包括一个俄罗斯当地的这个 等于是他们的 那是他们的想导 这个毫无疑问的 是 还有美国的 还有一个摄影记者 对 非常资深的记者 另外一个就是文字记者 嗯 我为什么中国时报会派我去那么多地方 因为我一个人就够了 嗯 像他们这一组要有三个人 嗯 对不对 一个当地的想导 一个文字记者 就是播报的记者 一个摄影记者 但是我 都省掉这些事情 嗯 文字摄影 全部是我一手包 所以我才 这也是 我的好运 所以才能够去了这么多地方 嗯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这三个人 显然 因为有一个新闻讲 他们就跟那个Sky News的情况是一样的 嗯 也是开在车子里面被打的 对 对 那这就是很明显很明显 啊 他并不是在火线上被打 而是说 他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被俄罗斯军人 这样子开枪打死的 这个当然是违反人道 对啊 这也代表了 韩格俄罗斯的战况 真的非常的不乐观 嗯 所以他们才会到最后真的就是 恼羞成怒 我管你 谁都打 对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其实也就是我在节目刚开始讲的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的看法会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嗯 嗯 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是 我看得到这一点 就是说我知道 他们并不是在火线上被打 并不是这种榴弹被打 对 而是被有意的打死 有意的针对性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东秉才会被收邀上节目 因为那个观点有时候看法角度不一样 真的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收获 这个才是重点 是 好啦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我们也会在这里 再过去点点 这个地方放一些推荐的影片 欢迎各位点阅收看 说明栏也会有一些推荐影片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拜拜